司法人员知法犯法竟然向商人收取贿赂 试图影响案件的提控过程 而最终这名律师因为涉嫌贪污60万令吉 被反贪会提控上庭 不过被告不认罪以2万令吉 以及一名担保人保外候审 滨州法律职一名高级联邦律师Lim Cha Yit 涉嫌向一名商人Gok Kim Jong 要求50万令吉的贿赂金和收取10万令吉 今天被控上北海法庭 不过42岁的被告否认有罪 获准保外候审 案件展延至8月17号过堂 第一项控状指被告 今年3月8号晚上大约7点 在格尼百利公广场某家庭室卡拉乌黑房 向一名商人索取50万令吉 作为影响滨州检察署主任 以刑事法点420欺骗条文 将另一人Chan Ngong控上法庭的条件 第二项控状则指被告 今年6月1号在五级詹姆某家酒店 再向同一人收取10万令吉 作为影响滨州检察署主任 江Chan Ngong控上法庭的条件 副检察司原本向法官建议 被告以5万令吉保外候审 不过被告已在法律局任高职 以及没有理由逃跑为由向法官求情 过后法官批准被告 以2万令吉及一名担保人保释 同时必须定时到部城反弹会总部报道 及交出护照 副检察司穆扎尼也透露 被告明天还会在亚罗斯达法庭 被控多一项控状 至于早前被调查的滨州法律局 另外两名官员 则成为这起案件的证人 而在登交楼方面 一名任职孤儿及赤贫人士宿舍组织主席的男子 涉嫌伪造申索超过11万令吉的文件 遭登州反弹会扣留注查 这名59岁的嫌犯 昨天在反弹会办事处遭扣留 反弹会今天向瓜登地庭申请 获准严扣嫌犯6天注查 据了解 嫌犯涉嫌在2018年 向登州伊斯兰及马来风俗理事会 提成一份内涵虚假资料 申请伊斯兰援助金的文件 试报申索总额高达11万6640令吉 反弹会援引2009年大马反弹会法令18条文 开档调查这起案件